Hello,我是Calvin,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和您分享八個常見口語表達 The first one, take it easy 這個片語大家應該很熟悉對不對 它是表示不要緊張,慢慢來的意思 比如說, don't be panic, take it easy 不要恐慌,慢慢來 那除了表示這個意思之外呢 在生活中我們也經常會用它來表示休息 或者是放鬆的意思 例如, the doctor told me to take it easy for a few weeks 醫生建議我,休息幾個禮拜 No.2, sleep on it Sleep是表示睡覺的意思 這裡並不是字面上的,睡在某個東西上面 Sleep on it其實是指給某人時間去思考 或是去做決定 例如, could I sleep on it and let you know tomorrow? 我能不能好好地思考一下 然後明天再給你答覆 No.3, 24-7 它的意思其實是指 24 hours a day, 7 days a week 也就是每天24小時一個禮拜七天 翻譯中文也就是全年無休的意思 比如說一些便利店, Family Mart 全家就是全年無休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 There are many convenience stores that open 24-7 everywhere 到處都有24小時經營的便利店 那另外注意的是,這個短語還可以表示 一直持續做某個事情 例如, she is with me all the time 24-7 無論是白天還是黑夜,她都跟我待在一起 No.4,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Back是表示後背的意思 Back of my hand 也就是手背 其實我們對自己的手背是非常熟悉的 所以這個便利的意思引申為 對某個事情非常的熟悉 或者是了解的意思 例如, if you want to visit Shanghai, just call me I know the city just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如果你想要參觀上海,直接給我打電話 我對這個城市非常的了解喔 第五個, sharp sharp這個字大家應該都知道 它是表示尖銳的或是鋒利的意思 比如說, sharp knife,也就是鋒利的刀 那注意一下,它其實也可以作為副詞 我們在口語中經常會使用 它是表示整點或者是準時的意思 例如, the meeting will start at 8am sharp, so don't be late 這個會議會在早上的八點鐘準時開 到時候不要遲到喔 第六個, broke 不要一看到broke這個詞就一下子想到壞掉了 但注意一下,在口語中我們經常會說 I'm broke,也就是我沒有錢的意思 例如, how about a movie tonight? oh, I'm sorry, I'm broke 今天晚上要去看電影怎麼樣呢? 真的很抱歉,我沒有錢 第七個, for ages age 是表示年齡的意思 age 是指好長一段時間 for ages這個片語呢,我們一般會在口語中經常使用 尤其是你好長時間沒有見到你的朋友 或者是老同學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說 I haven't seen you for ages 真的好長時間沒有見面了 ok, the last one, sick of something 或者是, tired of something 注意一下, sick 是表示生病的意思 例如, I'm sick,也就是我生病了 tired 是表示累的意思 所以這個片語的意思是指 對某個東西或者是某個事件 已經非常厭倦 比如說, I'm going to quit my job because I'm sick of doing the same work everyday 我打算辭掉我的工作 因為我已經厭倦了每天做的相同的事情 好的,那這樣子有沒有搞清楚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的評論區補充和留言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幫我按讚和分享 因為小鈴鐺會不令其更新 希望大家一定要訂閱或是關注我的頻道 這樣才不會錯過之後的任何一期哦 我是Calvin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我們下期有空再會咯 Bye Bye